就在10月22号 俄罗斯球体计划的首颗卫星 已经由联盟21B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目前该卫星已经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那么球体计划究竟是什么呢 该计划对俄罗斯又有什么作用呢 想实现该计划又会面临哪些困难的 别急 跟着大兵一步步往下看 俄罗斯球体多卫星轨道星座项目 是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早在2018年6月所提出的 主要是用于卫星定位 地球监测及通信 计划呢 让其成为真正实现突破的卫星网络 借此与美国的Starlink星链和英国的OneWeb竞争 而整个球体计划大约为380个卫星 具体包含两颗亚马尔通信卫星 3颗检阅地球摇杆卫星 4颗快车RV卫星 7颗快车卫星 12颗金雕灵和金雕XLP雷达卫星 12颗用于互联网宽带连接的斯基泰人卫星 84颗金雕灵和金雕微地光学观测卫星 以及264颗用于物联网的马拉松卫星 拥有导航通信和摇杆等多方面能力 旨在创建一个空间服务应用的综合生态系统 进而开发出空间信息技术和消除数字不平等 以此成为俄罗斯国家经济和生活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在今年早些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曾向外宣布 经过三年发展 俄联邦政府已经批准联邦项目球体 并向其资助了约3.7亿美元的计划资金 本次发射的正是斯基泰人D首星 并且配备了三颗信使M卫星 根据预定的计划 球体计划将会通过在地球静止轨道上 部署亚马尔和快车通信卫星 在高椭圆轨道上部署快车RV卫星 以及中轨道上部署斯基泰人宽带互联网接入设备 以及卫星提供互联网服务 而球体计划的首要任务也是首个卫星 将创建中轨道宽带互联网接入系统SKIF 该系统主要是为俄罗斯境内人际罕至和偏远地区 以及沿北海航线航行的船舶 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 比如北极地区 大家应该都知道 俄罗斯有很大一部分领土都位于北极圈内 北极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进入21世纪以后 俄罗斯先后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金 经营建设北极地区 为此还先后建立了北极战略司令部 花费了近十年时间 在北极建立了一座大型军事基地 未来随着全球变暖 北极航道将会越来越实用化 所以俄罗斯就要提前做好准备 其中卫星体系就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一旦球体项目全部完成 就能为北极的俄罗斯军事基地 以及驻军提供源源不断的通信服务 那么球体计划是怎么发展而来的 早在2018年5月 俄罗斯联邦航天区公司便向外公布了Easer项目 计划为整个俄罗斯提供通信和互联网 所发射的卫星计划与Air一致 都是通过卫星间线路彼此连接 从而确保将信息传输到地球上 任何点以及空中或者太空物体 根据该公司的介绍 该系统能够同时提供1万个互联网集体接入点 1万个移动交通设施 1000万个个人通信用户 每天可以通过安全通道 以最小的信号延迟5到15毫秒提供约10亿笔交易 而同一年呢 Air项目发展为球体计划 该公司称球体是Easer项目的改进版 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计划和系统 在2018年6月 普京在报告中称 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年内 根据球体计划陆续发射600颗通信卫星和地球摇杆 希望在该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到了2018年7月18号 普京会见俄航天集团公司领导师表示 将会把球体计划列入国家航天专项计划 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也就是2022、2024以及2028年前发射部署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曾经发布消息显示 球体计划的SKIF互联网宽带接入系统掩饰卫星 最迟会在2022年9月进入轨道 并在2022年10月发射升空 最终在2028年前部署完毕 现今随着第一颗卫星的升空 确实正在按照预定的计划执行 就是不知道能否在2028年全部完成 那么球体计划和美国的星链计划都有什么区别呢 虽然此前俄罗斯国内媒体在报道中宣称 球体计划与美国的星链计划相差不大 但两者无论是在设计还是功能上 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根据目前的信息来看 美国的星链计划主要是由1.2万颗运行在近地轨道的卫星组成 其主轨道高度大约在300到400公里 可以通过围绕全球的卫星网络提供高速网络服务 借此摆脱地面基站的束缚 而美国空军正在星链计划的基础上 探索为战斗机提供信息传输的可能性 在星链计划还未出现之前 美军基本都依靠传统军用卫星提供GPS定位服务 而军用卫星一般都被部署在2万公里以上的高空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那就是信息传输速度会受到限制 因此星链计划 庞大的低轨卫星建成网络之后 就能为美军提供更为准确 更快速的GPS定位服务 截至2022年9月 近地轨道上有2300颗正在运转的新量卫星 由于这些卫星都采用了模块化设计 理论上可以通过更换任务模块 例如搭载光学雷达成像设备 以执行对地观测或者反导预警等任务 而星链庞大的卫星数量 也使得对手干扰或破坏其功能的难度非常高 一旦星链计划全部完成 对于全球主要地区而言 每个时间段都有很多卫星飞过 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光学监控分析 通过大数据系统自动识别分类跟踪 图像识别系统加入光学观测 对真假目标识别率高 抗干扰能力强 只要美军想看 任何国家任何一支部队的调动 以及数量都将被看得一清二楚 从此世界各国军队在美军面前再无秘密可言 可以为未来美军实施全球联合作战 提供极强大的支撑 并且由于星链提供的通讯指挥能力 未来想要通过摧毁几座电站或者指挥机构 来瘫痪美军的指挥系统 将完全不可能 相比之下 球体计划的卫星数量就要少得多 总共也就600颗左右 不过呢 它们的功能也较为复杂 按照德米特里·罗格金的说法 球体计划的卫星 包括运行在不同高度的多种卫星 拥有对地观测 卫星通讯服务等多种功能 可以让俄罗斯拥有最现代化的 太空通信和监控系统 运行在距地面3.6万公里地球静止轨道的 分别是快车和亚马尔两大国有通信卫星 都属于俄罗斯高端通信卫星 例如2019年发射的亚马尔601卫星 总体权重5.7吨 能够为俄罗斯中东东欧 北非中亚以及东南亚部分区域的用户 提供高速宽带服务 此外还有运行在高椭圆轨道的快车RV通信卫星 主要将提供北极互联网服务 预计将在2025年底发射首颗卫星 而22号发射的斯基泰人D卫星 总重量不足200公斤 功耗约为250瓦 有效寿命为3年 隶属于斯基泰人卫星系统 后者才是与星链功能接近的宽带互联网卫星 另外俄罗斯专家此前曾向外说到 由于球体宽带互联网卫星 大多运行在870公里的轨道高度 高于美国星链卫星的运行高度 而且主要服务对象大多其中在俄罗斯附近 所以只需要288颗卫星 就能确保完全覆盖地球表面 并且能为俄罗斯周边地区 特别是缺少地面通信设施的 北极航道沿线 提供宽带互联网接入和通信服务 此外球体计划的卫星中 还包含用于物联网的马拉松系列卫星 由于物联网设备对网络连接的要求相当苛刻 必须高带宽和低延迟 所以马拉松系列卫星的通信轨道高度最低 除了功能不一的通信卫星外 球体计划的卫星还包含 简阅地球摇杆卫星 以及金雕对地观测卫星 罗克金还曾说到 球体计划的卫星 还会配备雷达和光学传感器 从而让俄罗斯能在夜间和云雾天起 看到地面情况 由此可见和美国的星链一样 有着俄罗斯政府支持的球体计划 带有很明显的军事用途潜力 毕竟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和北约多个国家 都在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除了提供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外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 也为乌克兰提供了通信服务 而且消息传称 星链也以协助指挥 侦察等形式参与了战争 这为俄罗斯带来了相当大的阻碍 除此之外 为了保护球体计划的卫星 俄罗斯航天系统公司 此前还制定了多种方案 来保护其免受黑客的攻击 并确保在多颗卫星失效的情况下 正常运转 目前解决方案 已投入球体卫星系统的筹建计划中 对于这些卫星所组成的 网络通信系统 俄航天系统公司的首席专家 潘特雷诺夫 直接将其比喻为 太空互联网 其中不包括单独的航天器控制线路 以及用户流量转发线路 基于数据的主馈线路 将采用TCP IP这样 最基本的互联网传输协议 以单一流的形式 在卫星之间传输 这对用户数据 以及控制信道的信息流的安全保护 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卫星系统的通信 和数据系统的所有资料信息 都采用了加密技术进行了保护 虽然之前俄罗斯推进球体计划的速度 并不快 但近期随着俄乌战场局势的不断发展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该计划 让俄罗斯意识到了 卫星在战争中的巨大潜力 所以之后必然会加速推进球体计划的建设 但是想要顺利完成 可没有那么容易 虽然俄罗斯的球体计划的规模 远不如美国星链庞大 但是该项目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最重要的就是整个计划所需要的资金 俄塔社曾经承认 球体计划的设想虽然在2018年就正式提出了 但直到2020年都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而罗格金当时的解释便是 该项目已经提交给政府 但遭遇资金困难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 那就是球体计划的负责人普罗霍洛夫曾表示 虽然整个项目的私人投资高达3500亿卢布 但根据俄航天集团的估算 仅仅是发射所有卫星所需搭载的火箭 就需要近150枚 造价已经达到了3000亿卢布 剩下的500亿卢布 不用想也能知道 必然不足以支撑球体计划卫星的正常入轨发射和运行 该公司曾估算整个项目期间 预计将花费1.5万亿卢布 已经超过了俄罗斯的承受能力 要知道俄罗斯的一年军费才600多亿 虽然在2021年拨款了70亿卢布 并计划在2022到2024年 每年额外提供70亿卢布 预计到2024年花费3.7亿美元 但这点钱呢 塞牙缝都不够 几经周折后 2021年底 俄罗斯政府确认 将会拨款1800亿卢布给秋提计划 换算下来也才29.3亿美元 还不到预期资金的三分之一 为了填补资金的空缺 俄商业部甚至以更广阔的商业前景和战略价值 鼓励国内企业和政府 募集更多的资金来加强卫星建设 但是现今随着美国和北约的制裁 多少会对俄罗斯造成金融上的影响 此外根据美国星链计划的经验 建造和发射卫星所需的资金还只是开始 真正需要花钱的都集中在运营阶段 SpaceX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之前曾透露过 为了确保乌克兰的2万套星链地面终端正常使用 该公司每月的专项运营费用就高达数千万美元 让该公司难以承受 甚至一度想让美国国会来承担这笔费用 由此可见 球体计划完成之后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处于亏损状态 对于本就资金不足的俄航天部门而言 前景非常堪忧 此外 由于现今俄罗斯民用通信卫星大量使用外国部件 在遭遇美国和北约各国制裁后 如何提升卫星的国产化率 也是俄罗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总结来说 未来球体计划能否按时完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即便完成了 也未必能与美国的星链相抗衡 毕竟俄罗斯在宣传方面的水分那可是不低 这在俄乌战争期间 俄军各式装备的表现中就能看出来了 这在俄乌战争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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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